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和朋友去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车 它呢也被誉为是黑色的高级轿车 那就是大众的汇港 这辆车呢可以说是尺寸真的是特别的大 轴距呢也很长 三米多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七八月份疫情刚刚过去 这车现在优惠地度究竟能有多少 又或者说汇港这个车 它现在全半的需要多少钱呢 下面组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辆新款的 2020款大众汇港吧 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原因 大家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就今天的主人公哈 大众的汇港 我们看上去呢 的确是非常的霸气 这车呢我们也是一进赛电 发现呢 它摆在中间的就是这辆车 真的也可以看出啊 大众赛电 对于汇港这个车啊 是有多么的在意 之前呢我还想着啊 大众车还出过一个更加豪华的车型 就是大众的灰腾轿车 那辆车呢如今已经在16年的时候停产了 过了没几个月 这辆汇港就横空出世了 的确好车它就是好车 这车它的车漆呢 也要比那些七八万左右的那些车 要亮很多 刚才呢我也问了销售了 这车的配置呢 是属于最新款的 两驱商务版380PSI 也就是2.07的那个高工版本 我朋友呢看这辆车 其实也是看了它的啊 霸气的外观了 车长为5米07 车款呢则接近1米90 这个尺寸真的是非常的大 新车制造价呢是34万 但是这车它的尺寸 已经是一个CG车的水平了 但它售价呢 就和那些奔驰的C啊 奥迪的A4 以及宝马3系相置评 还有呢就是大众车 它影响力的啊 很多人买车之前 一定会先考虑 什么车呢就是大众车 如果一通前来的这位朋友呢 也是主要还是家里人家 出钱啊买车 它呢岁口也只不过 只有20多多岁 20多岁呢虽然说是 挣钱挣的不多 但是买车啊还是想买好的 看了这辆汇洋 觉得是真的不错 因为啊网上它的啊 售价虽然说是比较的高 但是呢它降压幅度也很大 这款车呢 我们从网上看到的报价 是优惠5万块钱啊 没有任何的一些费用 我们呢也问了这些销售了 销售说的确如此 但是如果办分期的话 优惠还可以更多一些啊 车主也是想办一个分期 因为家里面条件 也算是有限啊 也想啊 用一部分钱来去投资啊 去理财 我们呢也很直白 就跟销售说 你去找领导啊 我们感觉价位呢 真的是给到的最低 我们是真心想要这辆车 当然呢 如果你要是 不给我们说一些实话的话 我们呢就会去看别的车型 销售呢也不敢代卖 于是啊就去找到它的领导 来来回回扯了加定啊 我们来回去见 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最后呢 商量的价格是 分期优惠是7万块钱 要交一个啊 6000块钱左右的手续费啊 外加一个2.8厘的 一个低利息 其余的呢 是一概都不用 比如说啊 这车裸车 大概在27万 稍多一点 全半个价格呢 在31万左右啊 大家感觉 花个31万买一辆 大众汇港 到底值不值呢 下期上的什么车 也欢迎评论区里面留言 那么下次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